随着节目的进行 已经有三位室友离开了我的房子 留下来的小团体展现出了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我就给他们准备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一封手写的信 每位室友需要给现在仍然留在房子里的室友们写两封匿名信 第二封写给自己最不能和谐相处的室友 告诉他哪些方面存在问题 写什么识 还有点小缺点我要写给他 希望他讲话稍微要注意一点点 跟说比我还情绪化呢 很想接近然后你又不能去接近他 是跟我说话最少交流最少的人 大家互相走心的局势 他应该是酸 我的困难应该不是踢上而出的 感激一下我 你想抱态 我都没有接收到我想要的那份真诚 这个是个定时炸弹在自己家庭里边 可以说去捣乱吧 不能这样 对他有一点陌生 没人能决定让你改不改 只有你自己决定 你不能随便就对一个人拒绝 不会说通过一件事就否认一个人 对他说的话让我很不开心 我后悔了 啊 本节目由轻松自在无处不在的 Rio鸡尾酒独家冠名播出 谢谢大土豪 摸摸达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可以 男人根本没有说把他当兄弟什么 对 说法怎么唱 如果我不是你可以停靠的地方 我们就到此为止不用再勉强 现在开始不一样 像路人经过身旁 我一夜不用装模作样 那种门帮叫一切烦恼与优秀 你们瞅啥呀 肯定瞅啊 瞅接下来再会 怎么搞我 就算明天晚上就走 千万别有什么别的 不过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还是挺精的路考验的 大家还挺团结的 室友 一起 就那一起挺大的 我觉得好像考验就是咱们的团结 一起吃一起喝 一起睡一起玩 一起做运动 一起玩游戏 一起做任务 一起哭 一起笑 然后就是不让一起走 对 这个任务好尴尬 今天任务名字叫做写信告诉我 任务内容非常简单 每位室友需要给现在仍然留在房子里的室友们写两封匿名信 第一封写给现在仍在宅哥房子里的自己最喜欢的室友 告诉他你欣赏他的原因 第二封写给人在宅哥房子里自己最不能和谐相处的室友 告诉他哪些方面存在问题如何能改善彼此的关系 随后各位室友需要在客厅当所有室友的面大声朗读自己收到的每一封信 请把握这个畅所欲言的机会 此时此刻相信每个人心里都在盘算着自己的两个收信人应该是谁 谁又会把信写给自己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个任务不但会给他们之间的关系带来微妙的变化 也会直接的影响到随后的淘汰提名 小宝贝们 希望你们一会不要写错别字哦 不路你好 宅哥想知道第一封信你想写给谁 我真的没想好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嗯 我想 我想写给小楼 我们俩很多默契 默契点 我又要夸夸她 献给币欧阳 我又不会写的字怎么办呢 哎呀我天哪 太尴尬了 哎 翟哥想知道你的第二封信想要写给谁呢 让我考虑一下 哎呀谁呢改善彼此的关系 那我就写给军军吧好不好 不行 哎呀我有权责性恐惧症 哈哈哈哈哈哈 啊 我想好了 咳 能不能写表扬信啊 嗯想对均均说 你是一个可爱的女孩 人是可爱 必有可恨之处 OK 拜拜 不过签字怎么买的啊 皮疗 我要送给小兔子 就说我很喜欢他 我觉得他在我的心里边 改变蛮大的 就是从第一印象到现在 还有点小缺点 我要写给他 他是神童 他跟我一样懒 我觉得 我们俩应该有待提高这个 穿什么呀 睡衣 你快告诉我 你刚进来你最不喜欢谁 刚进来吗 最不喜欢谁 吐的 真的 刚进来的时候 我感觉气氛就是怪怪的 因为最早原以为 大家谁都会不与谁你知道吗 结果我刚进来他们就特热烈的婚姻了 我说我天哪 快快他们就已经抱上团了 那种感到就发生什么 结果你也进头了 我没安全感 对当时 就刚进来的第一感觉 所以前两天我很消臣 因为找不到自己 前后来找到了自己 天哪 他说 原来你自己就是这样的 原来你自己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我帮你 帮你找到 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上了你 看见过你 真的吗 在哪看到 男生 真的 我知道你叫金金 你那个领的好快 第二封了 然后写给小兔子 我希望他讲话稍微要注意一点点 不要就是太直接 挺好的呀 你呢 没事 就怎么都知道了 就不喜欢了 如果非要选择一个 当时那样的感觉的话 那就不喜欢的是你 太装不了了 不是要交朋友的状态是吗 对 我们阶段随意 但他就坐在那里 已经这样了 他现在也是啊 对啊 没办法 这个是他的个性 那你最喜欢什么 我最喜欢 你以后最喜欢金金啊 那金金呢 这个是个的 那个 可装了 进来 你太高冷了 就是你太有气场了 我当时整个 我们接个人进来 对你最感觉 最难以亲近 对 我们接个人家都感觉很开心 接兔子什么 活泼 他就不笑 他一直不笑 不要不要 也不是气场 那种不是叫气场 那种就是装逼 这不太想要你这样的感觉 真的不太想理 对啊 那你后来也不要理我们呀 对啊 别理啊 别跟我玩 别跟我玩啊 别跟我玩啊 那你最喜欢什么 神童 靠你俩还真是有灵性 我觉得俊俊第一个进来最好了 因为他们跟每个人就是聊天最常时间 不是啊 因为第一次第一个见面聊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第一次是 他第一个就是第一个跟每个人都很常识 是 真的是很好的 就是我们在一起很甜的感觉 就挺好的 好 我挺喜欢他的 我觉得挺好的 所有的人家现在也是最常的吗 怎么会呢 像我的时候我之前 翟哥 神头 我非常喜欢他的性格 还有他整个人的态度 楠楠 就是我觉得楠楠太情绪化了 你进来见面第一眼最喜欢什么 见面最第一眼 第一眼就看到军军了 第一眼看见是军军 你自己才认识的就不说 我就是除了军军 另一眼我跟你跟你那什么 我跟你坐你旁边跟你先聊了 因为你可爱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兔子 我叫龙 说不上来 我这是慢热 看似快热 皮靶 但是我要接触 我是要相处人的 我不是说来跟你演节目的 就是其实真正相处 不是在那搞怪 开玩笑什么的 慢慢慢慢相处 来 我要感受你这个人 我以我的方式去相处 去感受的人 就像他们说 我请上帝 我不会去你演讲 不知道 军军 还是 一些 喜欢他的话 鼓励他的话 小兔子吧 他有些时候 他需要 清 清 清醒一点 他有时候 比我还情绪化呢 我想写给思彤 他会带给我快乐 然后 有时很静 有时很动 就很对位 小兔子 其实是我自己的原因 我觉得 跟他没什么关系 因为小兔子跟我的 相处五年的前女友 简直就是一个人 就连嘴 就连嘴唇上那个 小小的 一个小兔子都是一样的 然后发型 眼睛带着美瞳 我还喜欢那种眼镜框 跟人穿衣服的风格 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我 一直以来的一个痛 然后我觉得 真的跟他没 就是很想接近 然后你又不能去接近他 但是你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你就莫名的 就把他身边靠近 但是我知道那种是 特别不好 特别不公平 看你的小脚脏呢 就是谁装什么 有人吃这套就行吧 我就喜欢你做客 那就写给楠楠吧 很重能量 带给我们很多快乐 然后又很贴心 不露吧 不露是跟我说话最少 交流最少的人 吊死福里内涵马 导演死活不让播的监控视频 急扫急看急身 尊号不送 然后神童 我觉得 不是一个靠谱的 看应该是酸 我感觉是 还偏一些酒肉吧 就是你跟他玩一玩 有点自私的那种 玩一玩能行 然后 神童应该也很适应 因为他不爱什么 你听他跟聊天就说什么 男朋友我就想让他跟我买什么 价格一样的什么 要给我钱就行什么 他经常提到钱 是吧 他应该很加护物质上这方面 然后 生活中感觉不太是一个那种 有了困难 应该不是提神而出那种 因为第一他胆小 是吧 他又很护自己 就感觉就是 不适合神交 不适合神交的朋友 我觉得男男特别好 其实像这种 他感觉像我 像暴桃那种 很 就是我很 上学的时候就烦 对我很烦 女生之间一轮分的 穿是非 真逼有 还表面上 不是说他不好 就是你干嘛 有啥话你俩躺在房上晚上好 你俩躺在房上说 表面白天那些 又不影响 这样不影响 让这些敏感的人 或者人家想多想的人 都会讲多 就算你没说什么 你俩说点小话 你俩是哪 光明正大说的 我们有关我们也没关系 是不是 这啥不能说的 就怕我们听 我们能传给谁 为什么说小话 周星不想让我们知道 那肯定是关于我们的东西 抱场抱太紧了 一起睡觉 一起吃饭 一起那样 我吵 今天吧就是 就是总体都挺好的 就是给人感觉 就跟谁都太好 对 所以就是 没有那种 没有安全感 就是感觉他跟谁都好 然后成为他朋友 也只是很多当中的一个 就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他跟谁都好 我怎么是个傻子 什么呀 我压根就没有 我就想的是 就写两封信啊 哎呀没事 反正明天都走了 今天走明天走 都一样 反正我是第一个人 我完全没犯 我进手的 你一家水 再给我后悔了 我要重写 你来说你重新写 我要重写 写啥 我后悔了 我压根 没有 那个 啊 啊 我当时脑子真的是懵的 然后进来不知道写谁 就瞎 瞎想瞎写 哎 大脑 又动了 来看 上来下你 不 在门天中山里 为什么不落重新写啊 他没想那么多 就是他 我们 我们以为是淘汰嘛 谁说是淘汰 不知道 绝对谁 妈 Please Please 改 求你 让我改了 我要改 Thank you 一定要改 一定要改 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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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改 你改 阿俊 在吗 昨天不是说什么 我就是从昨天这件事 求求你 让我改一下 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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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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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 我快疯了 我当时真的是懵了 我当时真的是懵了 好烦啊 我不想念不念 不起是不是 就站到没有头 全男第一个 谁画的 还画的新 哇 我就是 要拿篮子吗 哦 故意这是好的 会很不好的 绝对不是我 不是我收到的 真的啊 他绝对把 钉票系全把 把男听话都给收了 微信扫码关注 室友一起宅公众号 更多幕后猛料等你来围观哦 首先 请不录起立 讨厌 写给不录 第一眼看见你 首先感觉 好帅啊 然后你就坐在位子上 和你聊天 感觉你话好少 总是一副酷酷的样子 让我觉得很难清静 这些天的相处 我们从来没有聊过心里话 或者是交心的话 所以到今天 你给我的感觉 还是有些陌生 有些难以清静 有时候跟你坐在一起 都觉得有些紧张 啪啪的 不知道该了解什么 why 希望以后 你能多点话 让我了解了解你 不要再装酷啦 嗯哼 就这样 谁啊 其实我没有猜到 但是读着读着读着 我觉得应该是兔子吧 就是什么 因为他有跟我讲过说 我不怎么爱跟他沟通啊 兔子咋那么多 你先刀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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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天的相处下来 好感度又直线上身的 这样一个女生 首先 你很对我的口味 我是一个喜欢被带动的人 同时也是一个 不喜欢被打扰的人 而你的动和镜 双重神性格 与我正好契合 然后我看中你的最大优点 就是好像不论怎样开你的玩笑 有多过分无底线 你都不会生气 而且是真心的没有生气那种 每天的相处 我也留给你同样的好感觉 更希望十年后 依然你的小细碎朋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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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吗 完了 我最近 我觉得死童太逗了 他可以带动我 他可以在那一刻 至少在我跟他在一块 他就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就完全忘掉这些 就很开心的跟他聊天 看他搞怪 耍宝什么的 但是女朋友的话 反正总之肯定不是他这样的 我现在很讨厌的 性感大姐神头 你好 我也不知道该写谁 看在你每天比我还女人的 事儿上 我也只好先写你了 希望你会觉得你 因为过于性感 而让我写了你 感到开心 喝喝 这有喝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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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自己写的 阔虎 减毛线肥 性感的人只需要维持 不需要减肥 我们都是一样的男人 熟 非要说缺点 只能说这一点了 我们可以一起披肥 哈哈 希望我自己有一天可以像你一样 性感 哦耶 over 思童 那个太明显了 里面一些什么 so 还有 over 这都是他平时说话的风格 我一猜就是他 兔神童 从看到你的那个时候 我就有种预感 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果不其然 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 你能快乐 我的快乐 烦恼我的烦恼 你像孩子又像大人 跟你当朋友 我会觉得快乐 我也会成长 因为你的幸福感很高 你非常容易满足 害羞死了 害羞死了 真的好害羞 等于说特别是那个 开心快乐 我的快乐 烦恼我的烦恼 我怎么那么肉麻呀 我都吐了 先念不喜欢的 反正我教室谁会说 给君君 妹妹 妹妹 其实你很可爱 做自己就很好 希望 在你未来的生活里 不要太一根筋 凡事都要相互理解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对待新朋友 尽量先考量 再深交 就说你呢 再深交 谁啊 你要经常洗澡 我不是不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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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军军 读我那份写的信的时候 哎呀我真的 好难过 我简直 对我完 不是这个真的是结架梁子了 对我有潮了已经 好好学习 她经常不洗澡 正常洗 把你当成好妹妹 真心 好你也喜欢我的了 两封 哎 现要一下两封 两封 第一条 喜欢你的直爽 喜欢你的笑容 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上了你 本身就是喜欢你 好 这条就比较长了 简单直爽 君君 好好 来这个家里已经整整十天了 跟你还有大家相处的都很开心 但是还是想把好的都给你 我要哭了 吃不到了 差点就哭了 差点就哭了 特别是那个 虽然我很喜欢大家 但是还是想把最好的给你 我觉得 我怎么能把那个批评的信息给他呢 觉得自己好坏呀 我们俩都是直性情 简单的人 所以我喜欢和你相处 你很好真的 做自己爱自己开心 多一点比什么都好 我也爱你 T.O. 楠楠 骂 那边不错 我知道 没有人喜欢 你什么都好 会为人考虑照顾身边的每个人 牺牲自己 成全他人 我是多有那种无限 就一点 你太情绪化了 这样很容易让别人误会你 然后还有一点 正经一点吧 后期价格真的很辛苦 对不起啊 后期价格很辛苦 还有 最后我爱你哦 谁让你去听那么好了 只有拿你下手了 摸摸大 不是 就就就 看第一眼你就猜到了 挺想军军过去的那个 你平时生活里边 是吧 楠楠你能注意的啊 怎么说后期价格会 会疯掉的 他能干什么 第二个 写给可爱的韩楠楠 就这个人知道我才明白 你可不认为就很熟 你 从你第一次走进房间的时候 就被你 就有被你的快乐感染过 更是可以交心 可以深 聊到好朋友 谢谢你 像 谢谢你 每天像个神经病一样 无杰色的下游下线 让我感受到一个真实毫无遮掩的你 谢谢你认真不求回报的为我们做的每一对饭 谢谢你这些天带给我们的每个人的欢笑 希望有机会我们还能这样的生活在一起去北京啦 写给杨小楼 朋友 你可知你是一个纯爷们儿 处理做的纠结症 但是我欣赏你真实很柔情很感性的男人 你也很细腻对待朋友很照顾 即使再不行愿的事情也坚持做完 我会很把你当哥们儿 我很欣赏你 希望在你的音乐道路上完成你的梦想 我们一起加油 觉得给她一个心里面的安慰 然后反正也是夸她的吧 她应该会比较开心吧 好长啊都 哇靠 谁这么天神啊 都好长啊 作为你的朋友 我更想的是把你当姐妹一样 我也有妹妹 她们都很听我的话 挺相信我 因为我作为哥哥 我是要对妹妹更多的是照顾 关心和提点 我本来第一篇写的是想直接就给她说 我说我觉得你那样不好的 然后想说她还是个小女生 不能不能不能那么直接 我不不能不顾及她感受的 已经进入社会了 也就是一个成年人了 要对自己有更多保护 首先我认识到是你性格上挺情绪化的 嗯我也有 但这一点真的是对一个成年人是不好的 容易在社会上吃亏 还有你让我感受到的是 你很很喜欢像闺蜜似的和我们大家说一些秘密 换而言之就是小是非 这一点其实也不好 虽然她虽然这是很有正义感的 但是会让别人觉得她特别爱管闲事 早早成长 说话足以分寸 不要太讲是非 你很可爱 我们很疼爱你 但也希望你能懂得一些人情事故 适可而止 我可能写小兔子的时候写的比较直接 她读信的时候我能感受到 她读我的信应该是最难受的一个吧 但是我不会说就是突然就对某个人有意见 然后搬面是非这样子 所以她说的话让我很不开心 就是心里有点难受吧 兔兔我内心就矛盾的综合体 直白的说我很喜欢的类型 可爱善良 重点的重点是和我学生时代的前女友很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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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女生 所以对你的感觉很矛盾又煎熬 你们的相似都有80% 所以让我很烦 这就是我讨厌你的理由 我对你有一些不满 或者说是有一些担忧 首先你的直接 思维很直接 这样在社会中当然会让很多人喜欢你 不过更会让那些坏心眼的人来利用你 小兔子拿了很多不好的三张大概 每个人说话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 其实点都是一样 都是一种对小妹妹的那种关爱吧 就好像我妈妈经常骂我一样 就是这种感觉 最后是喜欢的 亲爱的小兔子 在房间里和你相处的这些天 你像一个可爱的小兔子一样 将你的活泼真实带给了我 也愿意将你自己的小心事小秘密分享给我 我感到很开心能交到你这么可爱的好朋友 希望你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快快乐的度过 永远蒙蒙哒 然后像小兔子 我们两个都是那种比较好 就是会聊到生活呀感情啊 什么都聊的那种好姐妹 不过我真的想说洗澡这件事情能给我播出去吗 我不是不爱洗澡 就不让我出去还是播出去 大家就都知道 对她不是不爱洗澡 她是懒 是因为身体情况真的不能洗澡 真浪的 你知道这个谁给谁谁给你的吧 我也要去老渡 讨厌的兔子 最爱的讨厌 一共那十个人还出来一个女子呀 一共那十个人还出来一个女子呀 我 我从 我从跟她分手我就没遇见过 那怪我吗 就怪你 怪我咯 怪我咯 坐这 你看你 我这段时间都生理期 我已经洗了两次冷水澡了 我真的不能再洗冷水澡了 所以我并没有不爱洗澡 我这个爱干净的孩子 我进去手都写算了 我觉得我们还挺默契的 至少每个人都有信 要是有人没有信 好尴尬呀 但她就一封啊 不是一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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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问什么事吧 而且都很多啊 他好傻 我跟你说我朋友看的电视 她不知道男朋友平时会收我 因为她平时就经常收我 因为她平时就经常收我 你知道我就是 对哪个人当下有什么情绪 我就不说出来 我别的情绪 就特别的情绪 他小女孩 你也能决定那你改出来 只有你自己决定 不是兔子 直接不是坏事 坏事是你不能随便 就对一个人直接 不会说通过一件事 就否认一个人 但是我就是 情绪化 所以就当下 我就嘴很快 所以当时我对小三有意见的时候 我就会马上来说出来 我就马上 我会我就跟他讲 我说 刚才小三有不论 好吧 但是之后他对好的事 我又会跟别人讲 我觉得他最近有改的 这样的话会让 假如说 他是个传话者 传给别人 就把你的味道变了 不管他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传到他这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 怎么可能是这样 是你说的 因为别人传过来的 对啊 了解很多人 就知道你什么样的人 对 但是你要想 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一下子就了解 吃亏吃多了 就我不是说了吗 就是有时候还会容易吃亏 吃亏吃多了 自己都改了 嗯 是 因为是 那么可爱 代表 那么可爱 就 你有时候一些情绪 跟他不搭 跟老娘们儿似的 就是 就是 什么情绪 就是比如说那种 他说啥 就那种东西 就不是可爱的 你会让身边就是 在乎你 比如说身边一块 比如说相处的人 要是你是可爱的人 你应该是很那个 很幸福感很多的 然后什么都 就是直接不会杀 你没有杀 他们有给我提 提出来这点 也是很好的 说明他们有 有关心 注意到我的 想法呀 和个人的 就是 言行这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把没人想当loser 很可思认 赶到 才提到 规赛 天气共定力 再把费手摔倒 至少接近目标 才到要保持微笑 最后的骄傲 再最好的年华 你知道我定能做的 比谁都好 你我皆凡人 像在任何世界 你穿着等不哭 你可不得先来 你我皆凡人 像在任何世界 到一分两方 把彼此百重前 这场游戏 谁是第一 谁是有谁 能够帮我一首 看似兄弟 却比起着我 你也兴奋 我下不了手 人生关卡关 他有多险 而我依然可折旧 子弹短材者 最不一样哼着走 你在看着我的眼神 你别带着黑 加入这场游戏 想要胜利 这场存活 你得争气 我恰恰生存 利益迷人 继续升任 我只存在平衡 最好低落 皇上将它一次给集成 你和解放 你和解放人 你和解放人 像在任何世界 我到一方了好 把你最爱全结尾 物尽天责 别问我为何 要尊重这规则 扑火的飞蛾 Be brother 这是一场大逃杀 别怕找差便 饶了他 你怕了吗 那你别搞砸 想要当老大 那你别倒下 别停滞不前 在这屋檐又是屋炼 度日如年 心结逐渐不现 别怪我肤浅 他那就是不如不欠 看你碍眼 有人碍眼无千道 别忘了最后 只有一个赢家 放鞭炮别先跑 别高兴的太早 愿度服输 我们都是独徒 每当的刺赏 可取人 行动的主力 人知初 性本善 还是本恶 人的本色 人在做啊 天在看那双眼睛 叫做Be brother 你和解放人 像在任何世界 到一方 晒一路 一路 有了时间 倒一放两旁 万里斯牌中间 倒一放两旁 万里斯牌中间 这个我还是很实话 这是谁的牌头了 而且这挖掉都这么长 其实我真的没有 我进去我就开玩笑 你能说我这时候 我对你你感觉变了 我说你是弟弟 我看不出来也是贵 你知道吗 所以我能感受你家里面 对你那个感觉 他们已经看不出来你是个 就觉得你是一个弟 我能感觉到 有压力吧 我没有压力 那就好 因为我确实掰不弯 我怎么也能有压力 我会分析 男的对你有感觉了 啊哈跟你说了 啊 这个能感觉出来了 我感觉吗 这就是爱 爱 或者哥哥能感觉 我跟他们 跟他们推 这套圈 这几天一直开玩笑 开大大玩笑 对啊 对啊 我跟他们说的 我跟包括宅客说 我说去把你当哥 我再找一下 一个很确定的感情 我今天在床上退役 昨天谁最后拿的 不知道 啊 我就是 我就是特意 问了一下自己的感觉 我感觉 神童 我感觉就是 真是一个女人 就真是一个gay 但是我 我跟他接触了这么长时间 包括我跟他一块睡觉什么 我原来就觉得他不是gay 我原来就是小弟弟 他就是我弟弟 也不是小弟弟 就是我俩 就是我 哎呀 难道 嗯 我想要 回来不是 不是那种 我原来就是你小弟弟 他就是我弟弟 他就是我弟弟 说法怎么上的 如果我不是你可以停靠的地方 我们直到此为止不用再勉强 现在开始不一样 像路人经过身旁 我 你也不用 装磨多让 他就是我一边 各位室友 翟哥通知大家 本轮的淘汰题名 将在十分钟后进行 erupt 好 哎 这样怎么那么意思呀 一会儿是让咱们怎么着啊 不知道啊 算啊 但是谁啊 其实我觉得谁走 我都不会哭 我也不会哭 因为明天就得出去了 当时心里面有点紧张 而且大家对这次提名好像都比较严肃 没有什么相互的就沟通之类的 我觉得我的票数会比较高吧 我在想啊 是让我们提名吗 我就提名你呗 那怎么办啊 我不能提名这帮姑娘呢 提名你 楠楠 同样 您是 宅个房子里的最后一天一晚 肯定没有明天晚上 那今天要淘汰是不是今天这个 对啊 接下来的局势就是大家互相走心的局势了 就是已经开始不光光只是表表面面的那种 大家一起玩的朋友 而是更多的是生活中的我和生活中的你能不能真正的做一个好 各位室友 翟哥宣布 这一轮的淘汰提名现在开始 我第一个提名的是 我的想吗 是让我们提名吗 神 我的提名你呗 那怎么办啊 我不能提名这帮姑娘呢 提名你 楠楠 同样 你也是 我第一个提名的是神童 理由就是 我觉得 我在用真心跟她交流 跟她想交朋友 但是 我之前就跟她坦白过这件事 但是其实到现在我都没有 接收到 接收到我想要的那份真诚 我提名的第二名室友 是 就是 我们 两个人的作用 撞在了一起 我们两个是一样的人 那一样的人 在一个团队一起 不是浪费了 如果我走不了 就让她走 四童 原因就是 我上一次淘汰提名里边 就淘汰的时候 有她跟Rocky 兔子吧 她爱传话 就会让人觉得这个事情 这个是个定时炸弹在这个家庭里边 我希望提名的 第一个室友是 司童 因为她本来 上一轮就应该 就被提名了 我提名的第二位室友是 小兔子 因为她有的时候 说的一些话 会影响到我们大家的情绪 我不希望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 可以说去捣乱吧 不能这样 对 我提名的第一个室友是 司童 因为上一次她就已经和 Rookie一起被提名了 我希望提名的第二位室友 南南 因为我觉得她的心态最好 所以就算现在被淘汰 她也不会觉得不开心或者难过 第一个投的是 神童 理由是 因为我是白羊座嘛 然后我觉得我们性格上 可能会有一些 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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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那么 融洽吧 第二个人是 Blue 神童 是因为 就是不太敢跟他讲话 然后 然后 所以感觉 对她 对她有一点陌生 就是不是很亲切 我第一个提名的室友是小兔子 可能就是我跟兔兔的沟通会比较少 然后 就是 可能彼此的默契还比较差 我 投的第二名室友是杨小楼 我在想啊 是让我们提名吗 我的提名里呗 那怎么办啊 我不能提名这帮姑娘呢 提名你呢 同样 你也是 因为杨小楼是 是 是 里面除了我以外的唯一一个唇眼 所以我觉得她应该 心里承受 她心里应该承受得了吧 那我选神童第一位离开 两个提名就一男一女 然后男生里面我就选神童吧 第二位提名的人是Blue 因为理由是她 在我们这些女孩里面是最坚强的 我这次来我觉得 好意外啊 对我一般我就是洗手腕 蛮像兔子那种 就是和女生关系很好 但没想到 这次来是和你和男的关系特别好 有没有觉得今天写你 感觉跟你在表白似的 是啊 你给我写的 对啊 我记得我心想起我们俩 第一天让我选B咚的人 然后那晚他们说你脸红了 我当时都好害羞 你说啊 其实要是没有莫菲斯那样的话 我觉得男男不会爆发的 男男的脾气 就是如果谁不单独这 莫菲斯太逼逼了 哇我现在他今天让采访我嘛 翟哥说 莫菲斯回来什么感觉 我说 吓死我了 太可怕了 他跳出来我回来了 我好怕动手打人呢 是来发泄的 一般 心急不 但是其实我还不了解他 我也不了解他 看不透我 我觉得他还不是他自己 就不是他这样的自己 因为 其实他不是 但是他 对奶奶那样 我不知道为了什么 我觉得一个特别值的人 是不会这样的 嗯 你不能给人家 就感觉在给他希望 你懂吗 在给人家 是 男男女你现在又掉进去了 有时候我都说男男女 你别这样 心急不 然后他有一天突然问我 他说 他说他不了解我 谁啊 但是他想知道 有没有把他当朋友 我 我说 现在都是朋友 但是 最后怎么成为朋友 那得慢慢去处了 我 我怎样的人 我已经 我就是这样的 你表现出来的 就是你自己这样的人 你表现出来的 没有 四童咱俩同堂工程几天 今天咱俩睡过几天 咱俩睡过几天 咱俩睡过一天和一个午觉 今天要睡 我跟珍珍姐姐的那个三节 自己睡 真的啊 嗯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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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珍珍姐姐 你摸我啊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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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神经姐姐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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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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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